据路透社6月19时报道 两名美国高级官员19时说 在美国努力应对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和通畅之际 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取消对中国的部分关税 以及可能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 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说 前总统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部分对华关税 没有达到任何战略目的 耶伦还说 拜登正在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关税 作为降低通胀的一个办法 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·格兰霍姆说 总统还在评估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 以平抑汽油价格 据报道上述表态做出的背景是 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应对创纪录的汽油价格和通胀高涨 目前通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 报道称耶伦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记者采访时说 政府正在评估其对华关税政策 但他没有提到具体细节 也拒绝透露何时可能做出决定 他说我们继承的关税 部分没有达到任何战略目的 给消费者增加了开支